那你們還有一首歌叫《小心眼》 那你們四個人當中誰最小心眼呢? 我想四個人當中誰最小心眼應該是 最小心眼的人應該就自己唱那首歌吧 應該就是最小心眼的人呢 應該是寫這個歌詞的部分的人吧 我想最小心眼的人呢 應該是就是 沒有唱到這首歌的人 對 沒有唱到這首歌的人 欸 我也有刷到 我也有刷到 慘了慘了慘了 慘了慘了慘了 關我什麼事我沒有寫這個歌 然後我也沒唱這個歌 我很冤枉耶 其實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沒有 我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要看事情 像淮秋就對他的頭髮很小心眼 欸 真的 對對不對 我這樣講就對不對了 對對對 因為譬如說因為淮秋很注重他的髮型 然後就是 所以如果說有人譬如說去外面 然後不是有人 是有風 風很大的時候 他就心情很不好 而且他會就是開始調整 跟順著那個風的方向走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習慣跟罩門 那壞就是這個 然後就是因為拖髮亂 他心情會很不好 我也了解 就像如果說我今天出門 如果忘記戴耳環的話 那我就整天就是 對對對對對 感覺又不對 對對所以可能就是每個人會有自己的那個 那真正小心眼的其實沒有 那還有另外一首歌是叫 We want a party 那四人當中誰最喜歡party呢 Party的話 其實有分非常多不同類型 我覺得我們四個人都還是蠻愛玩的 其實對啊 然後不管是 因為我們會覺得其實有時候在飯店的房間 然後小聚會那樣子 也算是一個party 然後吃吃喝喝聊天 對我們來說 不一定說好像你一定要去 hang out 在club裡面才叫party 我覺得跟你喜歡的朋友 然後在一起 然後聊聊天 那種就是另外一種心事的party 然後如果有potatochips的話 那也是個party 對對他來說 只要任何有chips的地方都可以 都可以稱為party 就像現在你把chips丟到水裡面 他就像魚一樣掉下去 chips chips 那艾莎妳是這個團體裡面唯一的女生嗎 妳覺得有什麼好處跟壞處呢 好處 好處是 譬如說我要拿很重的東西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幫我拿 我會覺得 嗯 真的不錯 壞處的話呢 好像也還好耶沒有 嗯 他們就開始聊天了 嗯 因為就是這個風景真的會太讓人容易分心耶 就還是要看一下啊 對啊還是看一下 還對 蛤 壞處對 欸欸欸欸 工作 工作 壞處 壞處沒有啊 嗯 都會相處得很好啦 對 那你們又有一首歌呢 叫國王皇后嘛 那艾莎如果妳是皇后的話 這三位男生當中 妳會選哪一位做妳的國王呢 可以三個都選嗎 選一個 那我要把三個男生夾在一起 變成一個人好了 其實三個男生就是很 就是不一樣的 很有就是不一樣的Style 就是那個個性很明顯的不一樣那個特色 那我覺得讓我覺得要選一個人太困難了 所以我要把三個人都湊在一起變成一個人 然後就變成國王的話呢 是一個很好的國王 比較湯心 那能不能談談他們三個人的優點跟缺點呢 優點跟缺點 是我來講嗎 那 其實優點跟缺點呢 我覺得都會變成一個東西 比如說中華的話呢 他是一個很開心的一個人 然後他開心到很像小朋友 然後他是 就是 他是在我們的團體裡面是團長 然後他會把每一次就是隔天的工作的內容啊 要穿什麼衣服啊 幾點要幾何啊 他都會打簡訊給我們每一個人 然後就覺得嗯很有責任 但是呢就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親不下來 就一直在 就看到什麼 就是 什麼 看到什麼東西 東西都會很好奇 那我覺得 欸 很棒 這個很可愛 但是呢 有時候我們很累 就想要休息的時候 他還在那邊一直在動 嗯 那 四齡的話呢 他是一個 嗯 好處 他年紀最小 但是他很 有時候也很像我哥哥 比如說我要 昨天 對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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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痘痘 就是我 比如說我要 我們收工了要回家 那他就會幫我叫我車 因為他會 因為我是唯一一個女生 他會當心 所以他都會就是幫我照顧得非常好 但是呢 他的壞處 嗯 他太愛睡 太愛像 太愛睡覺了 他一直在睡覺 就是 除了表演 然後 寫歌 照顧我 然後 我們一起玩之外 他都在睡覺 嗯 那 懷秋 懷秋 懷秋的好處 好的地方 是 他是一個很貼心的人 他會 就是 注意到好多小細節 就會覺得說 哇 這個男生好貼心 好Sweet 那他的壞處的話呢 他太愛漂亮了 所以呢 我們比如說辦前場會的時候 風太大 他就開始 啊怎麼搬怎麼搬 我的頭髮開始抓抓抓抓抓抓 其實 沒有那麼嚴重 你很帥 那其實艾莎你的造型是屬於性感的嘛 那哈米是在耍性感的姿勢的時候 你們三個男生會不會有點受不了啊 都不能跟他一起擺這樣子性感的姿勢嗎 你說不能跟他一起擺性感的姿勢嗎 你的意思是 不會 你可以學我啊 對啊 其實我們應該很難性感的起來 像他這樣子 喔 說錯話 我們 很想性感對不對 我很想性感 對不起我承認 不要再潑我水了 對對對 不是 沒有就是 我覺得就是 我們團體的特色 每個人用每個人的特色啊 對啊 那性感的部分的話就交給艾莎來負責就好了 那我們就好好享受就好了 那你們團體名稱叫大嘴巴嗎 那四個人當中 誰是那個團體的大 裡面的大嘴巴呢 喔 大嘴巴看你怎麼定義 所以 Lirically大嘴巴 文字上定義大嘴巴 誰嘴巴最大 還是誰最愛講八卦 那 如果說是文字上定義說誰嘴巴最大的話是我 我的嘴巴是 對 我們實際有量過 是我的嘴巴最大 那 最愛講八卦的 對 其實還好 對啊 因為我們四個其實都 不怎麼八卦 對 那現在 下一個問題呢 是給你們男生的 就是 艾莎是不是你們喜歡的女生的類型 唉唷 我先講喔 順位 順位 對對對 艾莎 我覺得她會是很多人 很多男生心中喜歡的類型 那 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 就是很性感的女生 然後 很孝順 然後也很貼心 然後非常認真工作的女生 所以 我覺得對很多男生都是 非常非常 如果 她是 某個男生的男朋友 女朋友的話 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人 那 會不會是喜歡我 會不會是我喜歡的這型呢 欸 有可能喔 嗯 艾莎是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有可能喔 然後 糊弄糊弄就交代過去了 沒有啦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其實 有啦 有一個 如果說艾莎再黑一點的話 那我可能就 受不了了 對不對 沒有啦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健康膚色的女孩子 對 可是個性上面來講 其實像剛才回去有提到 就是 其實個性好的人的話 誰都會喜歡 就是如果說你又體貼 然後又很孝順 然後其實人又很nice的話 應該 對啊 就具備這條件應該很難 有人就是 在不喜歡吧 就是挑剔你什麼的 對啊 如果說在挑剔你的話 那個人的話 真的要自己檢討了 我呢 愛她是不是我喜歡的類型喔 我覺得 蠻適合的 可是 她是我妹妹 我們不能在一起 因為 因為我們就是很要好 我們就很像 跟一個家族一樣 就是弟弟啊 哥哥啊 妹妹啊 對啊 像我就是比較喜歡 比較獨立的女生啊 然後 會就是嘻嘻哈 開開玩笑啊 對啊 就這樣子 好 那 要不要向歌迷透露一下 關於你們的愛情生活呢 你們有誰是目前在交往的嗎 你們有人在交往嗎 沒有 沒有 不好意思 好有效率喔 好有效率喔 好有效率的 好有效率的 就回答了一個問題 是因為快要到 快要靠港了 所以不要笑你 沒有喔 真的沒有 沒有嗎 對啊 巨國族他們不可能有 如果他們有的話 我會處理一下 沒有 幫你們分手啊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好 那最後要不要 可能秀一下你們的歌藝呢 就來一段簡短的啦 宣傳 來什麼 來一段簡短的歌 好 像哪一首 永遠在身邊 永遠在身邊 好 在船上 好 在船上浪漫的狀況下 浪漫的狀況下 來個永遠在身邊 的手 是 是 多做夢想的 你就多做夢想的 答案 然後 谢谢 曾过两个属于我们的钻脚 走过两个人曾经逛的街 这些天还有熟悉的画面 Oh baby come on come back home Baby boy 永远永远手牵手 一步两步一起走 永远永远要起走 我们要一起生活 不管今天的时候 不管下雨的时候 不管开手带永久 我们要一起生活 没有办法想象的画面 一个独独的配音走在小公园 一颗心需要暖 你双手需要牵 故事要有美好 这只需要当双手来牵 永远不是出现在 童话里的梦在身边 眼泪加了蜜糖分着去天 要把雷花在你梦只想沉默的开始 夜夜夜夜夜夜要一起珍藏 código you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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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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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JOalisAMPS wester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